香氛苗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西班牙鼠尾草 好运加分的星座有 水瓶座 双鱼座 金牛座 射手座 鼠尾草的署名源自于拉丁文 意思是被拯救或安全的 西班牙鼠尾草就像他的亲戚 普通鼠尾草一样 是一种长绿的灌木 叶子同样是灰绿色的 但叶面较为狭窄 它的花朵细小 呈蓝紫色 整株都有类似碎花薰衣草的香气 蟑螂味则比真正薰衣草更浓 它的种名是 叶子像薰衣草的意思 西班牙鼠尾草原产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山区 在西班牙人心目中 它是能治百病的万灵丹 甚至还可让人严严益手 在中世纪时期 它被用来预防瘟疫 在西班牙料理中 它是最常用的一种鼠尾草 这种精油是用西班牙鼠尾草的叶子 以水蒸汽蒸六把萃取而成 成淡黄色 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大约2-3年 在怀孕和瘦乳期间应该避免使用 且不宜过量 西班牙鼠尾草精油有一种新鲜的草本味 有点像是松树但又散发着张脑的气息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佛手干 雪松 香茅 快乐鼠尾草 油加粒 杜松姜果 薰衣草 柠檬 和迷迭香 西班牙鼠尾草能让头皮保持健康 只要把4滴西班牙鼠尾草和一大石基底油混合 用来按摩头皮即可 有头皮屑的困扰时 可用各2滴的鼠尾草和柠檬或莱姆 若想促进毛发生长 可用鼠尾草加罗勒或丝薄 如果有汗水过多的问题 可用鼠尾草泡澡或将它加上柠檬草和苦橙液 做成体香剂 以消除体臭 这个配方对搅臭也有效 西班牙鼠尾草能让我们的情绪保持在平衡状态 在面临人生中的变故时 可以用2份鼠尾草 以及各一份的懒香汁和莱姆扩香 需要头脑清楚 心思专注时 可用等量的西班牙鼠尾草 与快乐鼠尾草扩香 感觉神经紧绷 精神衰弱时 可将7滴鼠尾草 4滴玫瑰草 和3滴葡萄柚 滴入一根呼吸棒中 随时绣纹 在能量方面 鼠尾草可以活化喉轮和顶轮 它的香气能帮助我们与大地连结 在准备药冥想时特别有用 西班牙鼠尾草对灵修也有助益 能帮助我们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并表达感恩之意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可用它来消除负面能量 并招来富足 想要让家中的空气清新宜人 并去除异味时 可用西班牙鼠尾草扩香 或做成室内喷雾 此外 它也很适合用来做成地毯清洁粉 如果要让衣橱气味清新 可用西班牙鼠尾草加杜松浆果 和少许雪松 在风水方面 鼠尾草可用来减缓流动过快的能量 这是今天的相分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ror 远金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一年